以清君彻之恶 反喜天下 奉天敬难 奉天敬难 海别巧诗美人计 李景龙竟然被糊弄得与朱棣反目成仇 最终被一件穿心 李景龙是个标准的官二代 李景龙的爷爷名叫李珍 早年间娶了朱元璋的二姐为妻 二姐生了一个儿子 娶名叫李毛儿 按照亲戚关系来说 李景龙是朱元璋的外孙子 这样算起来 李景龙还要问朱棣叫一声舅舅 因为两人从小相识 所以当李景龙在军营见到朱棣时 一眼便认出了这个舅舅 可以说李景龙也是朱棣最信任的人之一 因为这层亲戚关系 所以当吕飞建议李景龙进宫 交两个儿子兵法的时候 太子毫不无犹豫地就答应了 可所有人都没想到 这一切其实都是海别的阴谋 其实早在李景龙护送海别来京城的途中 李景龙就对海别心生爱慕之情 而海别之所以给吕飞推荐李景龙 便是要利用李景龙对自己的感情 后边朱元璋病逝 孙子朱允文继位 李景龙这个老师也晋升为朱允文的心腹 此时海别看准机会 经常给李景龙吹枕边风 目的是从内部分裂大明王朝 然后让北渊坐享渔翁之力 在海别运作下 朱允文以为自己的几个叔叔有谋逆之心 于是开始削翻 害得十二弟朱伯代全家自焚身亡 忍无可忍的朱棣终于起兵南下讨伐 此时朱允文派出李景龙 作为六十万士兵的总将领 可朱允文没想到 李景龙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人 在吃了几次败仗后 更是被朱棣一见穿凶 不过李景龙并没有死 而是直接打开城门主动投降 这可把朱允文气个半死 朱棣刚登机的时候 对李景龙还算不错 可马上弹劾李景龙的奏章 像雪片一样向朱棣飞来 大家都说李景龙有谋反的心思 朱棣也就顺势抄默了李景龙的家产 李景龙独自圈养在家中 李景龙虽然绝食十天 可却没有被饿死 或许这个没出息的墙头草 根本没有死的勇气 因此李景龙一直苟延残喘 活到永乐末年 脸皮不是一点的厚